你有没有一边学习一边刷手机 一边上班一边刷手机 一边开会一边刷手机 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 一边看剧还一边刷手机 甚至视频都是1.5倍或者2倍速看文 一个字 绝 根据统计 全球46%的人每天花5到6个小时刷手机 现在手机都有记录屏幕时间的统计工具 现在大家不妨把手机拿出来刷的时候 看你每天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分享你的记录 我们每天花这么多时间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碎片化时间造成的 根据微软的调查报告 77%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 都会在没事的时候 先去伸手去找自己的手机 我们的初衷是利用碎片化时间 充实自己学习更多的知识 合力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可能反而适得其反 根据微软向阿拉芬公司发布的 关于人类注意力研究报告 在2000年 普通人的注意力幅度是12秒 而到了2013年 人们只能聚焦8秒 可能现在连8秒都不到 无法集中记忆力 我们就很难做到深度的思考 如果你有发现自己的注意力 在持续下降 或者你有孩子发现 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的话 不妨试试 今天我在视频里 跟大家分享的四个 我用下来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式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是想跟大家一通成长 我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些 税务支持理财和资务提升的tips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有新的更新 你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你的支持也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我们的注意力就像100块钱 如果我们把它花在 分散注意力上面多的话 比如说刷手机看短视频 那我们花在定向注意力上面的时间 就会变少 比如说学习和工作 人类的快乐分别三种 多巴胺快乐 内飞太快乐 血腥速快乐 刷手机就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多巴胺快乐 我们在游走于各个短视频平台 原本以为刷手机的时候 可以放松身体放空大脑 身体你可能是放松了 但是大脑是肯定没有得到休息的 很多人都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一件很累的事 在1953年的物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让实验对象做算术题 然后记录大脑的脑电波和含氧量 结果发现出乎一样 大脑在做计算题的时候呢 含氧量还没有发呆的时候多 其实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呢 激发了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 它的作用呢就是反思过去 担忧未来寻找问题 大白话呢就是做白日梦 胡思乱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刷完手机之后 仍然觉得很累的原因 其实这不怪你啊 因为你面对的是众多技术人员精心设计的算法 它呢会让你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他们的平台上面 我训练自己助力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学习 没听错就是学习 是不是觉得很自虐 但是真心好用 我们刚刚提到第二种快乐 就是内非太快乐 可以提供一种比较长期的和内在的快乐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创造力 工作学习效率 从而让我们变得积极向上 诺贝尔奖得主 罗接基尔曼发现 人体分泌最多的区域呢 就是和学习和记忆相关的区域 这可能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做题可以使学霸保持快乐 所以我们可以坚持学习 即便我们进入社会开始工作 也要不断地学习 我也是最近开始学习Python 突然发现其实还是挺有意思 我其实在年初还是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想要学习Python 但是一直没有正式的开始 最近决定再重新尝试一下 如果你也想要学习Python的话 也可以加入 这样我们可以互相监督有个动力 你可能会说现在太忙 没有时间学习 就像我之前在时间管理视频跟大家分享 其实并不是我们没有时间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自己安排时间 把时间数字化 落实到自己的calendar上面 每天花一到两个小时 前下期来学习 开始的时候都会比较难 但是坚持三个星期左右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坚持健身 运动呢 也可以促进内肺态的分泌 但是不是所有的运动 都会产生这种效果 内肺态的分泌呢 需要有一定的运动的强度和时间 一般长时间连续性的中等 偏上强度的运动 才能促进内肺态的分泌 同时深呼吸也是 内肺态分泌的必要条件 比如说跑步啊 爬山啊 冥想 一家等 另外一种快乐物质呢 就是血清素 参与痛觉 睡眠等顺略功能的调节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睡眠质量 来提高血清素的分泌 另外一个我觉得 比较有用的方式呢 就是看书或者是阅读 看书的节奏呢 会比较慢 你需要把抽象的文字呢 具象化来帮助自己理解和记忆 我其实之前呢 也很难看进去书 总觉得书看的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是先尝试接触电子书 目前我觉得比较好用的APP呢 就是利比 适合图书馆合作 开发的一款免费的阅读软件 应该海外或者是北京上海都可以用 我是在加拿大 所以注册呢 只需要填写 具处的信息就好 就很方便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的书架 里面的选择呢 其实很多 除了电子书以外 你也可以选择audiobook有声书 我甚至还发现 还有中文电子书 还有一些有声书 比如说三体二就很神奇 最后一个 我先声明啊 我还是个小白 但是这完全不耽误弹吉他 所带来的好处 坏处呢 就是听的人可能会比较痛苦 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要学会一项技能 就是要学会与自己相处 因为疫情呢 我们减少社交 甚至于无社交 在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找一个情绪的出发口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对我比较有用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弹吉他 来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或者表达自己快乐 和积极的情绪 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 我们需要学会及时的刹车 让自己慢下来 调整自己的方向 专注力的肌肉 需要后期的锻炼来加强 没有谁剩下来就注意力很高 有了专注力之后呢 我们才能沉下心来做深度思考 希望这期视频呢 也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的专注力 提高深度思考的能力 如果这期视频对人所启发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这样YouTube可以推送给更多的人 你的支持呢 也是我建设下去的动力 也欢迎留言你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更新 你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